是真的 那天录音是真的 那天录音是真的 我爸去过那个渔棚 而且还有人跟他在一块儿 怎么了 这个 没事 新的 你喝吧 我今天和老郑去过那个渔棚 那个渔棚老板他记得我爸 他甚至还记得我 他说最后一次见我爸的时候 我爸好像跟什么朋友在一起 那那个老板 对那个人还有印象吗 他就说那个人当时很害怕 害怕 有没有可能 这个人其实是 录音里的第三个人 有可能 那他跟你爸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出现在一起 如果这个人是凶手 他们来渔棚又为了什么 所以有人说 线索到这儿又断了 不过那个渔棚的老板说了 他想到什么会给我们打电话 行 那你先别着急 咱们先等一等 或许会有新线索 你在看什么呀 超市集团的资料 晓晓 你好 我可爱吗 好可爱呀 你喜欢我吗 喜欢 晓晓 你看跟你带什么来了呀 谢谢姐姐 真乖 袁昊叔叔也来看你了 袁昊叔叔好 你是姐姐 我怎么成叔叔了呀 你个大男人在胡这么多干嘛呀 晓晓 这个姐姐帮你拿去 这是爸爸买的不能弄丢 晓晓 你误会了 姐姐是看她有点脏 想拿回去洗一下 再拿回来好吧 不行 这是爸爸买的不能丢 怎么了 有点感同身受吧 不过 我爸走的时候 我挺大的了 再加上我还有姑姑在身边 可晓晓不一样 他生着病 爸爸也不在身边 也没有其他亲人 是不是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 在关心他吗 再多人也抵不上自己爸爸在身边 下午流动开庭你准备好了吗 嗯 没问题 那你是不是 准岗之后第一次去上庭了 对啊 还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就紧张公安经验丰富 而且流动这个案子比较清晰 争取链完整 没事 嗯 你以公诉人的身份上过几次厅啊 我这不是在寒江给你当同事吗 也对 还比我第一半紧 要不你下车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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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